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法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 试图控制其预算赤字 而这场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税收收入减少 甚至引发新的街头骚乱和激进政党的崛起 接着 我们将转向远东 看看香港交易所在新任CEO的带领下 如何面对业务收入下滑和IPO数量减少的挑战 以及北京可能提供的支持措施 最后 我们将带大家了解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 以及这场冲突 可能如何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各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法国的债务危机 到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 再到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国际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并了解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 首先 路透社观点 对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发出了警告 法国正试图控制其预算赤字 但面临重重困难 该国的债务负担 达到了GDP的110% 去年并未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缩减 总统马克龙正急于制定 今年和明年的赤字削减计划 这将导致政府支出削减 这一紧缩计划 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税收收入减少 新的街头骚乱 以及激进政党的崛起 在亚洲 香港交易所 HKEX 也面临着挑战 根据路透社观点 HKEX的核心业务收入 和投资收益 在2021年第一季度出现下滑 导致公司股价下跌一半 尽管在衍生品和场外交易方面 取得了进展 但HKEX不能再依赖投资收入 来弥补其他领域的弱点 该公司还面临着首次公开募股 IPO和费用收入的下降 然而北京可能会提供支持 例如允许内地投资者 使用人民币交易部分香港股票 香港政府也可能降低印花税 使高频股票交易更加可行 卡尔森 Tom Carlson Tom的任命 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地位 在中东 外交事务报道称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增加了全面战争的风险 以色列已经部署了10万名士兵 来对抗真主党 双方的战斗已经加剧 造成双方伤亡和流离失所 伊朗最近对以色列领土的导弹袭击 和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 打破了数十年的惯例 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和法国必须加倍努力 通过外交手段 冻结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 以防止进一步升级 伊朗试图利用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来扩大其在逊尼派阿拉伯人中的支持 并增加其对冲突政治结果的影响力 伊朗还试图在叙利亚 加深与俄罗斯的合作 然而 伊朗并不希望与以色列全面开战 因为这将冒着摧毁其地区资产 和在与以色列未来冲突中的 第一道防线的风险 尽管伊朗通常对以色列的挑衅保持克制 但最近的事件颠覆了这一现状 以色列正试图恢复其安全威慑力 并发誓要消除真主党带来的风险 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可能寻求将冲突扩大到黎巴嫩 以转移对加沙安全漏洞的关注 尽管美国一直在施压以色列 防止冲突扩大到黎巴嫩 但以色列感到更加强硬 一场全面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 可能会吸引其他与伊朗有关的团体和伙伴参与 导致更全面的地区升级 促使对美国部队的攻击 甚至可能涉及中国和俄罗斯 为了防止进一步升级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必须专注于降级并优先考虑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谈判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地缘政治方面 全球各地都存在着复杂且互相连接的挑战 这些挑战要求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通过外交和合作来寻找解决方案 以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国际政治的复杂舞台上 每一项决策都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全球的安全 经济乃至技术进步 从美国对苏丹的制裁 到北京国际汽车展的竞争 再到美国参议院 通过对乌克兰和台湾等地区的安全资金支持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个多边互动 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图景 Foreign Policy报道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提议 及一群美国参议员 呼吁直接对苏丹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及其领导人穆罕默德 哈姆丹 达加洛 又称HIMATI实施制裁 这一提议基于RSF及其联盟民兵 对非阿拉伯族群实施的大规模强奸 绑架和暗杀政治人物的指控 这些暴行不仅令人发指 而且似乎重演了2003年达尔富尔内战的惨剧 当时简洁威德民兵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非阿拉伯人 而在当前的冲突中 联合国救援机构 已经对饥荒的风险敲响了警钟 尽管巴黎上周的会议为苏丹筹集了21亿欧元的国际援助 但安全专家认为 结束冲突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于切断外国武器的供应 在技术与经济领域北京国际汽车展 作为疫情开始以来中国举办的首个重大汽车展 吸引了包括大众和丰田在内的约700家参展商 Reuters Breaking News的报道指出 这场盛会不仅是外国品牌与中国本土竞争者 如比亚迪和小米之间市场份额争夺的战场 也是展示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的舞台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也已成为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增长 这位汽车制造商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被淘汰的风险 在国际安全方面 Foreign Policy还报道了美国参议院 通过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印太地区 提供950亿美元国家安全资金的法案 这一资金旨在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并包括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以及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TikTok 这一长期拖延的援助法案的通过 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带来了一丝安慰 他们此前一直对美国长期支持其盟友 和对抗其对手的承诺表示担忧 此举不仅反映了 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策略调整 也显示了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从苏丹的人权危机 到北京国际汽车展的激烈竞争 再到美国对国际安全的财政承诺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权力 技术进步和国际合作的多维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每个角色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 理念或生存而努力 展现了一个复杂但紧密相连的世界 在当今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坚持过时的通信模式 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尤其是当有了更优质的替代方案时 这正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提出的观点 他们认为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 努力挽救AM广播显得多余 与此同时 外交事务杂志对于那些认为 中国已达到巅峰病 开始走下坡路的观点 提出了质疑 指出这种看法过于仓促且不明智 而路透社Breaking Views 则关注了特斯拉 在面对低成本未来时的不确定性 从AM广播的角度来看 美国企业研究所指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偏好的转变 AM广播正在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地位 现代电动汽车 如特斯拉和宝马 报告称 AM信号会干扰其电动引擎 这对于强制要求制造商 在新车型中包含 AM广播来说 可能会妨碍车辆性能 或导致成本增加 此外 大多数美国人 现在透过串流服务 和FM广播获取音乐 新闻和其他娱乐形式 AM广播的需求大幅减少 在紧急通信方面 手机和紧急警报系统 已经接管了 AM广播的角色 能够直接向个人提供 实时更新和警报 另一方面 外交事务杂志强调 尽管中国面临经济挑战 但认为 中国正在经历巅峰中国 并开始衰退的观点 过于草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仍然相信 中国正在崛起 并致力于 实现到2049年的中国梦 文章指出 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 远远超出其经济表现 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存在 即便中国的经济表现不佳 它仍然能够 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挑战 在特斯拉的例子中 路透社Breaking News报道说 该公司的QE2022收入 为达到分析师预期 比预期低11% 特斯拉计划加快开发 负担的起大 汽车版本 包括一款25000美元的车型 马斯克表示 生产将比预期更早开始 然而 特斯拉目前投入的现金 多于其产生的现金 而竞争对手 则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三篇文章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无论是坚持过时的通信技术 对国际势力的预测 还是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 寻求突破 都需要更加深入 和多元的思考 无论是技术 国际政治 还是市场竞争 我们都应该拥抱变化 理性分析 而不是仅仅基于怀旧 政治动机 或短期利益 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 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尽管美国国会 即将通过一项 为基辅提供 6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法案 但据外交政策 杂志的官员和分析师透露 乌克兰在2024年的 大部分时间里 很可能仍将在火炮方面 不敌俄罗斯 几个月来 乌克兰军队每天发射 约2000发炮弹 这勉强足以维持 对抗俄罗斯的防御战 即便获得了美国 新的援助批准 大多数工厂 也尚未提高产量 预计在周二或周三 获得国会的正式批准后 拜登政府便可以开始 补充美国国防部 可能需要用于 自身战争的弹药库存 从而使白宫有足够的余地 开始从欧洲的仓库 向乌克兰发送火炮 而不损害美国的 军事准备状态 路透社报道 拜登政府正准备一个 包括火炮 火箭和大量车辆的 10亿美元援助包 但预计 政府将花费大部分时间 将美国库存 重建到战前水平 同时 美国陆军计划到 2025年底 将火炮产量 提升到每月10万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读简报